官方称,4月19日,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遭到导弹袭击,至少4人死亡,16人受伤。 在城市周围的公寓楼外,可以看到显然是被弹片炸死的人的尸体,其中一些公寓楼在袭击中受损,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伤亡人数。 哈尔科夫居民弗拉达指着一栋公寓楼的九层说,你可以看到炮弹直接穿过,砸碎了一切。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部主要城市,靠近向顿巴斯推进的俄罗斯军队的补给线,19日,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发动全面进攻,在乌克兰所谓的顿巴斯之战中释放了数千名军队,占领了该地区的首个城镇,这场战役的目的是夺取两个省。